嗨,哈囉,慕熙,你好 你好 你先把個人藝術背景介紹一下 我是台藝大雕塑系學士班畢業 然後到北藝大美術創作研究所進行進修 然後我的專長的材質是石雕跟木雕這樣子 那後來為什麼會走石雕跟木雕這兩項 其實我對於天然的材料特別感興趣 好像相較於均質的材料 其實我們在雕刻的時候常常會根據它天然的紋理 然後必須進行思考 就跟我們一開始的創作計畫會有出入 我覺得這種跟材質對話的關係我很喜歡 就是你喜歡那種意外的感覺 對 所以它天然的木材可能雕下去可能還要改變 對,可能有變化 可能它有天然的樹硫裂痕 然後會迫使我在創作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不是孤單的 就是這個材料跟我一起做了一件作品 好,你創作也十多年了對不對 對 要不要講一下你大概有哪一些階段的不同 一開始在大學跟研究所的時候 比較多是從石材質入手 然後那時候刻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骨骼或者是頭像為主 那主要是思考存在跟雕塑的關係 就是雕塑它是一個具體的實體 那它非常具有存在感跟分量感 那後來開始延伸到把自己的心境或者是我對人的精神的理解 然後用雕刻來表現這樣子 那時候就有面具的系列啊 然後跟 比方說人物的形象 然後接下來才會有幾個主要的肌群 去影響我們身體的輪廓線 這個都是一個學雕刻的創作者 他非常基礎跟必要的支持啦 那你大概到哪個階段才從比較所謂的具體去轉 所謂的這個算是抽象或半抽象這樣子 在研究所的時候 雖然是做我本身是做具象的題材 但是我的指導老師是張子榮老師 然後他是做抽象雕刻的 那我會發現其實抽象雕刻跟具象雕刻 它在某種雕塑的本質上 它是連通的它是具有相同的道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會去思考我自己作品 在做具象作品的時候 它本身所具備的抽象性 我會開始研究抽象這件事情 那這樣算很早囉 你說碩士班就開始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碩士班開始思考 因為遇到的指導老師 他是做抽象雕塑的 所以他會迫使我去思考材料 去思考空間 去思考這個塊面形體之間的關係 把你這幾年經歷過的一些老師 大概描述一下 大概哪些老師給你一些影響 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我的啟蒙老師是王國縣老師 他是一個實雕老師 那他非常充滿熱忱跟動力 那我在他身上看到對於創作的 這種實踐性跟動力 然後到研究所的時候 是剛剛提到的張子榮老師 張子榮老師增加了我的眼力 就是我在觀看造型的時候的全面性 跟思考空間的時候的這種完整性 他對於一個造型的品質跟完美的要求 是非常讓我欽佩的 那後來在嘗試了一些木雕刻之後 楊北辰老師他等於知道了我木雕的部分 他讓我看到說其實在雕塑的表現裡面 除了形式之外 他形式跟內容之間的關係 我們怎麼樣去梳理他 去用一個比較可以貫通的邏輯去理解他 是北辰老師給我非常非常多的指導 這三個老師都是我在雕塑學習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老師 好 接下來講一下你的現況了吧 你的現況就是個全職的藝術工作者 其實從2017年開始到今年的6月 我分別在大業大學的造型藝術系 跟台藝大的雕塑系 然後有兼課 就是有兼教職 其實在2018年19年辦過個展之後 到今年6月為止 我其實蠻投入在學校的教學工作 其實我認為教育它是一個 可以讓我身心是很愉悅的工作 可以跟人分享 然後分享我的理解跟我的整理 然後可以讓年輕的對雕塑有興趣的學子 他可以更快的上手 你在獅子裡面算是年輕 那有時候會不會遇到學生的挑戰 一開始常常在教學的場所裡面 通常不會被認為是老師 因為可能年紀或者是長相 但是其實雕塑這種東西 一下刀就知道生前了 就看功力 對 其實通常都是開始實踐的時候 慢慢學生跟老師的關係 它就會變得比較清楚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你現場的這兩件作品 來介紹一下 這兩件作品呢 是我在2022年的時候去年的作品 那它的靈感來源呢 其實是來自於那個 國小的學生的課本 裡面都會有一些插圖 其實在我所成長的教育體制裡面 其實我們的基礎教育是 都用一樣的標準跟一樣的目標 去希望學生可以達到某種程度 但是我覺得 以作為一個創作者來講 我們常常會在課本的插圖裡面塗鴉 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 一致的制度裡面 只有那個插圖的部分 是我們可以自由發揮的地方 所以我在從事這個創作教學 我會思考說 是什麼樣的教育 它可以讓學生有發揮的空間 那我們原本的教育 它可能有哪些比較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就透過這個 把眼睛用一條線把它塗掉 它其實是某種消除個性的象徵 它也是學生在施展創意的時候 他可能發洩啊 或者是抒發情緒的地方 所以的意思也帶著 教育有時候要求學生的一致性就對了 所以有時候要你閉眼睛 然後聽老師的就對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有點可疑 如果教育可以容許學生 有他個性的發展 我覺得對創意 對於這個學生的這樣同年生活 我也覺得會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你一路念書起來 是反叛型的還是這種乖乖型的 其實我是非常乖的 但是我的骨子裡是反叛 內心還是有點 但是我必須了解這個制度的運作 我才知道我的反叛的利益點是什麼 所以還是要先順從 然後最後再找出自己的價值 然後開始挑戰 才能超越它 所以現在這個有點挑戰制度就對了 我覺得是對制度的一個思考 就是做為一個教育者 怎麼樣讓這個教育行為可以更有價值 那講一下這個非常立體清楚的這個紅線 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束縛嗎 其實小時候批改考卷 用的就是這個紅線 這個紅筆把你畫了一個大叉 打了一個大勾 寫了一個good 或者是100分 95分 其實這個紅線 它有一種在教育體制裡面 一種權威的象徵 因為誰手握紅筆 就能夠決定你的分數 可捐可點嘛 就是用這個清點 清點什麼樣的考題啊 或者是 好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是三義木雕博物館 那因為這次的這個新傳營 你要不要講一下這次的活動 你每年都會帶這樣的營隊嗎 今年是我第五年參加新傳營 以學院的身份 我第一年來當那個講師的時候 其實是來這邊 其實像辦學生一樣 我跟這些三義在地的師父 學習了非常非常多 學院裡面學習不到的 不管是技術或者相關的觀念 因為還是有很多傳統師父在帶你 對對對 那你比較算是年輕一輩的 那接下來就是了解了 了解了三義這邊的在地的技巧 或者是觀念之後 現在第三是三年五年之後 慢慢可以跟學生分享說 那相對於學院 那三義在地的這樣子的一個技法 或者是觀念 它的價值在哪裡 它的不同在哪裡 我們可以怎麼樣多學一點什麼 等於是你大概融會了三義的傳統目標 跟你學院的這個學習 對 要不要講一下學院 學好像程度都還不錯吧 都是精選過才能夠有機會來新傳營 沒錯 今年的這個評選呢 有22件作品 然後選出了12位 選出了12位 其實都是 他們都非常用心的準備了一個模型來參加徵選 那我們會透過這個模型呢 去判斷這個學生他的基礎造型能力啊 或者是他對木材質的理解 那這次選出的這個12位呢 都是非常非常優秀的 有一些是比方說電影系的學生 有一些是書畫系的學生 大部分的是雕塑系的學生 他們都抱持著對木材質雕刻非常高的熱忱 然後很用心的準備了這個模型來參加這個活動這樣子 那從模型到成品有沒有讓你驚豔的 就是反而這個模型也許不一般般 到最後成品反而非常意外 非常非常多 其實我覺得在這種師傅帶著徒弟的這種現場教學 有的同學他其實就是插那個視覺記憶 有人示範給他看 他其實都可以玩 他們都是非常聰明的孩子 那馬上就了解了那個這個當中的價值 然後展現出跟以往截然不同的這樣子的表現 我覺得這些都是 他們甚至比以前的我 在他們這個年紀都還要悠久非常非常多 然後21天要完成 這樣時間算很趕對不對 其實在有老師協助的情況下 他們盡量避免他們用 比較可能沒有效率的方式工作 其實安全是第一個 接下來就是在三億這個地方 他比較算是產業的環境 我們要怎麼樣再用有效率的方式 達到他原本在創作上的追求 這個是在這個營隊裡面非常需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技巧也可以幫他們進行一些調整 沒錯沒錯 提高效率 而且我們的師生比大概一個老師帶四個學生 其實是非常非常可以照顧得到的 就是他們可以隨時如果發現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他們馬上反應都可以得到解決 所以等於你一個人就在那四個位置繞來繞去就對了 有時候我們會不同老師會交錯組 來用不同的觀點給學生提供意見這樣子 好謝謝 謝謝 謝謝